第395章 古枪 圣灵坛之行也终于是没有太大变故的结束了 而五人当中所获罪风的自然便是灵动 此次吸收了不少圣灵坛能量 想来日后在冲击涅槃境的时候 这些潜藏在他体内深处的能量 会给他带来巨大的好处 而与灵动的大风相比的自然便是灵狼天的空手而回 这一次他的举动充分的诠释了 何为偷击不成十八米 原本他是想强夺灵动的圣灵坛能量 遏制他的变强 然而谁都是没有想到 最后的局面竟然会变成这一番模样 甚至连他体内的那一道存在 也是显得有些无能为力 这一次的灵动对于灵狼天的打击 显然不是一星半点 不过对于灵狼天的心情如何 灵动显然是没有拿心思去理会 在他看来 夺取灵狼天的圣灵坛能量 不过只是一点小报复而已 如果不是因为这里依然是在大燕王朝 这一次他所取走的 恐怕就不光光只是一点圣灵坛能量的问题了 所以在当圣灵坛之行结束时 他便是静止跟着灵犯回往居住的庭院 虽说此次也是让得灵狼天知道了他体内小雕的存在 不过他却并不担心灵狼天会将这消息暴露 以他现在的实力以及对临时宗族的重要程度 即便是灵犯知道了这一点也不会有丝毫的其他念头 反而会欣喜灵动有着特殊的手段 在百朝大战时更是能够多一些保命之力 在回去的路上 灵狼天面色阴沉 一句话都不吭 那种浑身弥漫的阴寒之气 让他所有人都明白 他现在的心情似乎极其的不爽 而对于他的这种表现 灵犯刚开始先是一阵 玄机目光在灵动身上扫了扫 若有所思 莫今天能够感受到 灵动体内的圣灵坛能量格外浓郁 同为涅槃境的灵犯不可能感受不到 因此他也是能够猜测到 在那圣灵坛当中 恐怕这生死对头又是交过手 而且看这种情况 很有可能还是灵动占据了上风 不然灵狼天不会这般模样 而对此灵犯也只能暗中无奈摇头 当作没有看见一般 若是在以前灵龙天的地位高于灵动 或许他还会出言说说 可眼下灵动不论是实力还是重要程度 都丝毫不逊色于灵狼天 所以灵犯自然也不会为了一个人去打压另外一个人 这两人的恩怨他已经是插不上手了 究竟要怎么解决全凭他们自己了 回到落脚之地 灵动便是直接回了自己的庭院 袖袍一抖 化为迷你星的小颜便是自袖中窜出 而后迅速膨胀 化为那威猛的形态 一声低沉的吼声 让的庭院都是震动了一下 灵动的目光 犯着些许诧异地望着出现的小颜 此时的小颜原本赤红的身体 如今更是鲜艳了不少 看上去如同一团沸腾燃烧的火焰一般 厚重的四体踏在地面上 锋利的爪印闪烁着灵力的寒光 而最让的灵动感到惊异的是 小颜那一条芒尾 竟是隐藏在了灵甲之下 隐隐间有着一种独特的波动传出 那种感觉就如同是在沉睡蜕变一般 谁也不知道 以后会变成个什么东西 这感觉让的灵动极为恶然 要知道 这芒尾金金只小雕的一部分 虽然如同一条活生生的巨蟒 可毕竟只是类似小颜爪子一般的存在 怎么可能会出现一种 如同沉睡蜕变般的感觉 这纯火的身体在进化 以后他这芒尾应该会成为一种极为强大的攻击手段 小雕此时也是闪眩出来 他看了眼扑扑在地面上 浑身散发出凶煞之气的小颜 说道 文言林栋也是有些嘖嘖称奇 笑道 小颜的身体本只是一头普通的活猫虎 没想到竟然能够进化到这种地步 的确 类似这种活猫虎正常形态 能够达到圆丹镜已经是顶了头了 没想到小颜却是如此的与众不同 没什么好好奇的 这纯虎本体虽然只是活猫虎 但它却是有着变异的体质 再加上跟着你以后得到了不少好处 这才有如今的成就 而且以后的它好生成长 也必然不会弱达 小雕对此倒是并没有感到太大意外 淡淡的倒 妖兽界中并不乏这种普通妖兽 因为变异最终成为熊霸异方的超级强者 我当年遇见过一位强者 其以前的本体只不过是一头普通的风暴而已 简直就能够沦为野兽的行列 不过最后这家伙体质变异 靠着诸多机缘吞噬了一些强大的妖兽 取其精华 最后彻底的脱胎换骨 成为了一代的绝世霸主 威震妖狱 文言临动不由的摸了一把额头上的蓝汉 这大千世界果然无奇不由 这恐怕才是真正的咸鱼大翻身 不过也不知道小颜以后究竟会如何变异 变异妖兽虽然进化其难 但前途却是千变万化 谁也指不定最后能变成什么 虽然不指望这纯虎能够达到那位绝世霸主的地步 不过应该也不会太差 等进入远古战场之后 你得多寻找机会 取到一些强大的妖兽的血脉给它 小雕笑道 临动点练头 手掌摸索着小颜的虎头 这些年小颜陪他出生入死 他已是未曾将其当作宠物 而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伙伴 等进入远古战场后 他定要想办法尽量的让小颜实力提升起来 小子 你还有十天的时间 十天后便是得进入远古战场参加百超大战了 这条路无法回头 在那远古战场中处处充斥着弱肉强食的杀戮 大自然的法则在那里会演绎到极致 你如今的实力在这大颜王朝年轻一辈算是拔尖的 可真要是放在了远古战场却算不得突出 小雕坐在小颜大脑袋上 目光却是凝重的盯着林栋 缓缓的倒 文言林栋点了点头 这种话他已经听了不少 所以他对于这种可能会突然间转变的身份早有意料 而且他也并不因此而沮丧 那些别的王朝的天才之所以能够比他更强 大多数并非是天赋上的超越 而是资源上的超越 东玄宇辽阔无尽 其中王朝如同天上的繁星 数都数不清 而大颜王朝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并不起眼的王朝罢了 在这个王朝内 类似莫今天这种刚刚度过涅槃节的人 便是能够算作治强者 可热放在一些真正的强大王朝中 恐怕也只能算作一流罢了 想要顶尖绝对没那个可能 而这便是差距 那些大王朝拥有的资源 超过大颜王朝百倍千倍 他们的天才自然成就更高 而这些天才在对上一些小王朝的天才时 自然是一种碾压性的结果 这算不上什么公平的不公平 世间本就是如此 在那远古战场 只要你未曾成功的踏入涅槃境 就始终得保持一些低调 而当你真正踏入涅槃境时 才有着资格占用那片大地的资源 否则你就是被人碾压的蝼蚁 不要将那百朝大战当作什么种子选拔 那里的生存法则极为的残酷 弱者没有丝毫的话语权 更别说什么人权 在强者眼中弱者不是人 是蝼蚁 当然也不得不说 在那残酷的环境下生存下来的 方才算是真正的强者 林栋深深的吐了一口气 语气低沉的道 我以前做过蝼蚁 所以以后我要做强者 百朝大战不管有多么残酷 我必能够经历铁血杀戮脱颖而出 只有我强大 父亲他们才能够永世无忧 嘿 魄力倒是不小 不过这可不是关靠嘴皮子说的事 还有十天时间 你还是尽快提升一些战斗力吧 免得一进入百朝大战 就倒霉地遇见一些强大对手 直接将你们一锅给端了 小雕怪笑道 十天时间哪能提升太多实力 对了 你不是说从那圣灵坛中得到了什么吗 林栋无奈地摇了头 玄机似是想到了什么 突然道 闻言 小雕也是一笑 爪子一拍小颜 厚着大嘴一张 顿时一道灰蒙 便是暴力而出 最后化为一节 大约仗许长的骨质之物 这是 林栋差异地望着小雕爪子中的物品 这似乎是一柄造型古朴的骨枪 看上去外形算不得太多精美 圆润的枪身看上去如同玉质而非骨质 从整体来看 这古朴的骨枪 并不显得太过的凌厉 但是 当林栋目光望着那灰白的骨枪枪尖处时 确实发现那里有着一种特殊的寒意流转 在那种寒意下 就连的浑身皮肤都是一紧 从中感觉到了一种极为强烈的危险的味道 他丝毫不怀疑 若是措手不及 就算是以他的肉体强横 都会为这东西轻易动穿 这是 林宝 林栋有些不太确定的问道 小雕一笑 淡淡地道 准确地说 应该是那远古天鹅 使用自身的骨骼 炼制而成的本命灵宝